今天最低只要390元 就可以體驗到只有南部才有的牛排西餐廳 除了主餐之外的東西 全部讓你吃到飽 喝到飽 大家好 我是土豆 我現在來到屏東這裡了 然後在我們身後這家餐廳是 公牛隊美式牛排 今天我們怎麼會來這邊呢 是因為之前我有介紹牛排店的時候 有觀眾他特地留言跟我說 叫我一定要來這邊吃吃看 而且我看他的屏東還有照片 其實感覺好像還蠻不錯的 那等一下我們一起去吃吃看 他表現會是如何吧 GO 我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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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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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啦各位 我現在已經就座了啦 然後我看一看它的菜單喔 它這邊最低的消費是沙拉罷 390元 只不過我們今天難得回到屏東這裡齁 我們應該要點個比較有代表性的東西啊 我們跟大家點個餐吧 請給我紐約客牛排 5分手 好啦那各位 我問到你的東西嗎 我問到你的東西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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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竟然有提供扇贝 它这个新鲜的扇贝 可以搭配上他们酸甜酸甜的特制调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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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喔喔喔 拜託留白 欸 好麻煩你了 好可以 小心燙喔 喔好 謝謝 謝謝 你好 打擾一下 我給你送招待的零食材 欸 喔 招待的喔 這個台是我們特製這樣子煙漬的 對 你可以嘗嘗看 喔 OK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方便 有部分我喔 它这个牛排是真正西餐厅会端出来的味道 难怪它今天会有这个soubet 它这个腌料里面有一种非常台湾炸鸡的香味 而且搭配它煎的恰恰的表皮啊 我是觉得连旁边的纽约客牛排看到这个鸡腿排 它都花龙姿色了 在我的认知中啊 这种牛排馆除了牛排之外的品相啊 它通常表现都不会让我很喜欢 可是没有想到鸡腿排真的赢了 突然到我觉得这个牛排应该似乎要加点什么东西来做调味 我们现在吃吃看这个黑胡椒酱 温柔淡雅黑胡椒香 它现在彻底包覆着我的舌头啊 我总觉得这个牛排是缺少肉汁还有软嫩的那种口感 而且我是觉得今天这家很特别的地方是 它排餐底下它会铺豆芽菜耶 而且我是觉得今天这家很特别的地方是 我们刚刚将那个微椒蛋一搅进去就是铁板面 再加上黑胡椒酱 我觉得它现在的状态是简直完美耶 回到北的左边 看下一视频 Со 앞으로的程度对的 简单 这好吃 吃一吃我覺得我們應該也幫他做一點調味看看 看表現會是如何啦 這個蘑菇醬感覺裡面加了蠍血番茄醬 它那個味道非常的搶眼 用來補充一下 這次是真的 鮮好吃的 鮮的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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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鮮 鮮 我们来继续吃刚刚没有完成的部分 感觉它是表面有撒了些许的胡椒 所以吃起来会额外多一种香气 这就是很经典的火锅料 它这个炸物就是很一般的鱼柳条而已 是非常的中央 可是我还蛮喜欢这个味道 这就是这个鱼柳条 最后我们再吃这个皮蛋呢 感觉有点错综复杂 我们已经吃完第一轮的料理了 我们再去拿第二轮东西来吃吧 我们再来说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 我们再来看看 我们再来看看 这是我们的转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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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記得以前小時候在麥當勞可以喝咖啡的時候 我們是點一杯咖啡坐在裡面 店員啊時不時就會拿咖啡服 問你說你還要再來一杯咖啡嗎 直到現在我們這裡面喝一杯咖啡要大概五六十塊 然後還不能續杯 很經典的美式 我剛剛第一盤的扇貝自從已經沒了之後 他補上來卻是這種水煮章魚了 我原本對他經驗程度應該是這麼高 可是現在有稍微降低一點點 因為陸鑿更加很新鮮的鑽 而且這種水煮章不是太厲害了 每一個水煮章 我來個小紅鑽 我們去洗衣一下 然後把水煮給出了 一個白鑽 跟鑽有無碟 他要對妳們去洗衣一下 一邊洗衣一下 它是青草蝦仁很香耶 它這個關東煮的湯比剛剛那個麻辣燙好多了 感覺是它的豆皮沒有煮過就直接丟下去了 所以整個麻辣燙都是那種乾燥炸肉的味道 很複雜 青翠高麗菜也包覆著鮮肉的滋味啊 這就是我喜歡的菜捲啊 它這個梳洗應該是看 開門就做好了 所以吃到現在 他這些米飯都已經又乾又硬了 來吧各位 我們把這個蛋菜當飯吃了 這是很經典的主廚農湯 但是店家他們有將紅蘿蔔塊巧妙打碎攪進去 所以喝起來額外會有種紅蘿蔔的香味跟甜味 還不錯耶 是說我們吃到現在 離他們休息也剩不到半個小時 那等一下我們去拿點甜點來吃吧 我們現在就把這個蛋糕也剩下來了 我們去拿點這個蛋糕 我們每次都要給你一點點 我們要給你一點點 你應該會給我一點點 就去拿點這個蛋糕 就去拿點這個蛋糕 用一個做蛋糕 讓它們來吃 請點這個蛋糕 好看 要給我們一個蛋糕 就去拿點這個蛋糕 我可以讓你做這個蛋糕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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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弄一点东西啊 可是今天喔 他的排餐的水准 真的就是外面一般 排餐西餐厅 会给你的水准 只不过他们今天将西餐厅的套餐 前菜开胃菜到后面的甜点 全部都弄成自助式 让你自己拿 自己吃到饱 我就觉得这真的是 另外一种享受 好舒服喔 感觉我们还剩一点时间呢 我们应该还可以再吃一点 甜点吧 我们今天既然都来到南部了 我们怎么可以少这种浓作物呢 哇吧 我们今天早就会玩 那是好 好吃 吃饱了 我吃饱了 吃饱了 吃饱了 屏東雖然這邊很熱啊 但是這邊的水產農作物啊 不會讓你失望的 對我來說是吧 但是什麼東西 隨便說 還有便說 會不會讓你先出來 最新的東雖然 不會讓你買到 了一些格子 就好 我會買到 這邊會儲藏 請稍著 雖然會付到 吃完了各位 那等一下我們去結帳 再出去做結尾吧 你看坐在這邊真的是好舒服喔 我們這裡北部生活久了 就久久回來屏東這邊 就會發現說其實屏東還是很可愛的啦 尤其是我們今天吃到的這家餐廳 Oh my God 我跟你說 很讚耶 我們在北部以前有一家叫做鬥牛市 就是專門賣排餐類的 可是啊它的其他的前菜什麼的 可能就是只有一份而已 而且牛排大概也是小時候四五百塊 可是今天在屏東這邊 我們還可以吃到如此棒的西餐廳 那個牛排吃下去有該有的嫩度 還有它的香氣 可是啊可是 你拿出你的招牌雞腿牌 誒說真的吃完那個雞腿牌 我是真的覺得 我該怎麼辦 這個牛排我該怎麼面對它 還是各位有吃過的人 換在底下留言告訴大家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好不好 大家看到這裡如果你有什麼推薦吃到飽餐廳 換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我看到就去回覆了 還有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也歡迎成為我們的頻道會員 一起成為邊緣的美食家哦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見啦 拜拜